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吴森 今天呢,分享一下这种 小球过去,然后碰撞,把布料挡开的这种效果 然后呢,它是上的两个正面和反面,上的两个不同的材质 新建A工程,这里呢,选择一个平面,可以看一下布线 布线呢,稍微密一些 然后选择克隆 平面改一下方向 改为线性 Z轴上,给一些距离 然后收养多一些 变换这里呢,把它拉成稍微平一些的 好,大概这个样子 从顶势看,是个平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新建一个球体 缩小一些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Z轴,给它开一个动画 移到这里 可以再拉长一些 这就是场景的动画,然后 在工程这里 模拟场景的重力 关掉 给它,在模拟里,添加一个 碰撞体 这个 模拟里,添加一个 布料表现 这个可以降低一些 然后把它的文区录 给高一些 拉伸给一些 好,回去,播放一下 再点试试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是 同样的 如果想要拉伸的 有更丰富一些 就把这些 变速开大一点 它这样,这种拉伸出来的 就是,碰撞产生的褶皱 会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再给它靠一个新分曲面 就可以了 好 回来看一下渲染部分 渲染其实就只使用了一个灯光 就这里 从它的正前方向下打了一个灯光的矩形光 然后它会反射出来一个矩形的光片 好 球体呢 球体呢,还是之前使用的这种 不是球 这个材质是使用菲尼尔 然后 作为遮罩 然后混了一个发光的材质 加上一个普通的白色的材质 这是一个发光的材质 两个进行了一个混合 布料材质呢 可以看见这里的克隆是进行C调的 是为了方便使用它这个投射方式 改为平值 改为平值 相当于这里 把它塞掉之后 然后按中键全选 连接对象加删除 右键 嗯 不是有键 新建一个材质球 给它 然后这里 改为平值 这样呢,可以进这个贴图模式 旋转一下 旋转90度 然后 这里有一个适合对象 因为咱只渲染的是这一部分 可以把它缩小一些 大概放到这个位置 这样在使用渐变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种 类似平值投射的 从黑到白的一个渐变 回到这里 然后这里的材质呢 就相当于这样 有一个从黑到白的 这是一个新蓝 新一点蓝 到一个浅蓝的一个过渡 然后连接到一个比较光滑的 材质上去 第二个材质也是这样 和第一个类似 啊,需要让它翻过来 可以看见 也是一个绿到这种 有点蓝绿的过渡 这个材质呢 虚管存之后 第一个材质 正常的把它丢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材质呢 改成正面 就是 看一下 就是发现的正方向 这里呢 这里呢 是有发现的正反的 因为背部是正方向 就是更黄的这一面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一边是偏蓝色 这个是发现的正方向 然后你改成这个之后呢 它就会这个材质就会上在 正对的 呃,就是发现的正方向这个面 背部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材质 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样 等它翻展过来之后 然后这一面就是 发现的正方向了 所以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材质 然后这就是这个的 今天内容